女性呢一过45岁全身都疼痛 有四大原因 很多女性感觉自己腰腿疼痛 过几天呢膝关节也疼了 慢慢又是后背疼又是肩膀疼 好像全身没有不疼的地方 身上呢不是这疼就是那疼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女性在年轻的时候呢 太过于拼搏劳累 每天劳耸劳累 受寒受凉 时间一长呢年复一年 随着年龄的增长 正气呢逐渐虚耸 各种毛病呢就都出现了 第二次激素呢 对维护女性的骨骼健康 是有很大的作用 女性进入更年期以后呢 卵巢功能呢逐渐的减退 次激素的蜂蜜呢 也逐渐的减少 最后导致骨量减少 骨密度的降低 从而引起全身呢 关节多出的疼痛不舒服 第三焦虑 情绪紧张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 第四呢就是关节老化蜕变 人的骨关节呢 就如同这个汽车的轴承一样 出现不同程度的磨损 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 关节软骨的磨损 骨关节炎呀 半月半损伤 骨指增生 骨刺等等 同响